這個實驗室你的每一個人做的錯是錯的 每一個人做的錯是錯的 實驗室不可以奔跑吸氣打納 禁止奔跑吸氣打納完爽 這個人在藏藥品 這個人在聞藥品的錯是錯 藥品不可以放在嘴巴裡面吃開來看什麼味道 也不讓你們要三吻 三吻 不錯 這個人倒的方法是錯的 這個人倒藥品方法是錯的 想不到順著怎麼樣 要順著撥放把它倒下來 不是直接滾滾滾滾滾滾 先倒的部分人一樣 這個就是沒有清乾淨 實驗室要保持清潔 不是桌面上很多污漬啊 把發洩藥品啊 過完被服洗啊 那邊 實驗室要保持乾淨清潔 這個是 不可以追一次打物 你跌倒被他扮倒 然後又打破藥品 然後發現其他發派 一直變成瘡泥的人 又變成蜘蛛人 就是這樣 所以不可以追一次打物 這個人做錯的事情呢 有兩個 但是有一個我們可以 第一個 他倒東西是不對 要順著撥放掉下來 第二個 這個實驗室裡面 只有他沒有戴覆目鏡 進化學實驗室 會有個覆目鏡 往後你的眼睛 本下 基本上 沒有 你們做實驗 基本上 用不到 理論上 只要倒來就倒來就倒來 所以我們沒有 但是他沒有戴覆目鏡 到後來就錯了 好 這個就是 酒精那在燒 所以不可以拿一些 藝然的物品 去墊碳擋他 他拿輸去擋 他把它放上電子 這個容易發生危險 所以不可以拿這個胃擋的東西 去墊碳擋他 好 這個人 的錯在哪裡 衣服 如果你現在是連高中生都要求 我的年代只有我進大學才要求 進化學實驗室要穿實驗衣 實驗衣是長袖 長的 要把你身上的東西都遮蔽住 免得那些化學會沾到你的手上 手臂上 手臂上 他不但呢 他把他的長袖捲起來 露出他的那個 雙手 讓他 對 對 然後呢 這個人不用講 一頭蠢 拿著螺子 直接搓 插過 準備觸電用 這個人做錯的事情呢 當然第一個 他在家弄東西的時候 他的眼睛沒有看在他的實驗器 另外他的頭髮 我剛跟你講說進實驗室要穿實驗衣 長袖 抛起來 基本上 你進實驗室 不可以 有一些 容易被勾到 拉到 所以長頭髮的要把它豎起來 你在那邊隨風飄揚 去被酒精燒掉或怎麼樣 或者是一個殘導 那你不要說那種 很多動動的衣服嗎 很多眼動的衣服嗎 容易被勾住的 你被勾到 或者是 要纏一個長大的絲帶 你都被要纏住 很多都不可以 對不對 反正就是乾乾淨淨 不要去容易去被東西纏住 被東西勾到 所以他的頭髮一定要綁起來 不是要挑戰 這兩個人家都做的 共鴻做物資 他是做潮人 潮人 不對 管口朝上或朝下 不可以朝 但他後面的很錯 他很難 他的加熱位置 基本就是 錯的 他在 加熱他的那個 固執的 吃管夾 還冒煙 不可以 然後加熱是不是錯 再來就是不能吃東西 實驗室 不可以吃東西 實驗室不能吃東西 不可以飲食 不可以喝 不可以吃 不可以喝 不可以吃 你 你 你不會想得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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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 我 去擦了硝酸 然后没有洗干净 后面头支不住 不晓得 就把我的手抓那个还有硝酸的抹布 所以那个硝酸布的手 挖在 像你会教硝酸碰到蛋白质 会产生黄色的蛋白酸 所以我的手就抓那个硝酸 我的手挖在一块 所以我的手就变成黄色 而且那个洗不掉 因为它已经跟你的皮肤已经结合在一起 而且只能够等它新陈代谢自己摸摸 你不会晓得实验室有人到底挖了什么蛋了什么杂了什么 你那边一吃东西 就是说你怎么死的 你都不晓得 你现在什么都不晓得 所以实验室禁止 禁止 OK吗 OK 停血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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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